话播账号5032-3858 5032-3858 顾名台湾燃灯功德会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红发型 愿时间和平多过于挣扎 愿时间当人替代了责难 愿时间谦逊多过于叫马 愿时间慷慨多过于贪婪 愿时间两声多过于闲 愿天空保佑最初的未来 愿星亮如海被点点拖垮 愿生命虽愿聚散 虽愿啊 万物都会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好 各位阿弥陀佛 今天观神菩萨出家日 有人要出家吗 有了吗 你说有啦 心出家了啦 我表述言 好吗 心要出家 什么出家呢 佛教讲家就是一个轮回 逼迫 痛苦 什么要到这 到手 算了 我玩这些手 算了 然后呢 所以到这两支手 算了 赞民师 欧死人一定是刮青 然后摄影师都是影星 这样啦 各位都是好人 因为每个人的孤独不一样 咱们一遍 相信他们的孤独 咱们做什么事 但是 绝对有一个孤独 辅到绝对相信 我们今天有法度 在这篇土地 办案的法会 我们过去一定在这篇土地 跟这些众生结成人 在要大了 听到有很多 念一下 法会功德 会向所有原住民 极其往生者 同享功德 所以 我们跟这些孤独的 孤独的孤独的孤独 孤独的孤独 一定都有缘 会记得 所以 我今天想要来孤独 来 孤独出席的 我在孤独出席的 我记得又拔三个地方 拔来拔去 所以因为老伯 会负责 又散 为什么要这样 要拔责 要怎么拔责 因为贪质 所以有钱就会拔责 没有钱就没责拔 这样我才有机会 再拔回去台北 为什么拔孤独 所以 那这样叫法度 得到不一样的 困境 所以有法度 出席的孤独 那叫这个 台湾人的孤独 那有法度去台北 那又了解台北人 他比较国际化 还有一种不一样的 故事 来 回向所有蛇类众生 安享天年 所有往生蛇类 离苦得乐 那今天还有叫我来 四角蛇 那些统就一只 1.5公尺 一公尺那么大 包括伟大 像俄语一样 那这种四角蛇 是活在水里面 专门在吃鱼 但是如果是 柴顶的四角蛇 就跟谁吃 水中的四角蛇 比较大 那为什么它要拔呢 因为外国人 欧洲人喜欢它的皮呀 腿也批 来做皮包 做皮围 那蟒蛇也一样 它的蛇有花纹 所以拿来做 这些皮包 哎呀吧呢 我们在那边慢慢在买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要跟这些蟒蛇 结散员 所以有一个老和尚 他刚刚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我也坐过蟒蛇 所以各位把听到方孝如的故事 对不对 明臣主下命令 然后呢 杀死方孝如十足八百多人 因为呢 方孝如过去的爸爸 这个蟒蟒的蟒 结果蟒了一个龙穴 和一个爪 他不但没有觉得 慈悲心 叫人把那些爪抬起 因为抬起 那个红衣老人 就是那只红蛇的头 来说啊 你们能不能放了我们 给我们三天 让我们离开 那么我们全家对你感恩呢 结果方爸爸也没这么做 今天我们叫人放会 和佣金办法 都给他们抬起 结果那大红衣老人 过来跟方孝如爸爸说 将来我会投胎在你的家族 杀你 同样的人数 那所以后来这个 蛇王就来投胎做方孝如啊 然后呢 方孝如故意就去得罪皇帝 然后呢 皇帝就下命令 杀他们全家 所以各位 这个叫做晚清罪住 所以这只蛇来投胎 他家里成为一个 就像宰相汉林学士 又会读书 口才又好 目的呢 是要来得罪皇帝 然后皇帝才会下命令 再来 法会功德 回向蛇王 及其八百多眷属 法会功德 回向方孝如 及被残杀的族人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但是各位呢 两边对我们都是平等的啦 站在乎高 为什么叫大慈大悲 大就是平等 没有分别 叫大 所以以后各位在下 超度百威也是这样下 为什么说 我们要写冤亲在主 我们辛苦在打边 我们以后就好啊 但是因为 我们的病就是来自于冤亲在主啊 那你对冤亲在主很慈悲平等 那你的身体就健康啊 这个叫大悲咒 一定要有平等心来念 那不是大悲咒是如此 是每一个咒语都应该如此 所以今天是大日子 来 救猴子 救水果蝙蝠 救大海龟 那想尽各种方法 跟所有众生结缘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生病 有时候给他查出来了 都是动物灵 负责不一样的动物 昨天在台南 那个爸爸不知道也没有来啊 那小孩子不能动了 脊椎开刀 喉咙也好像擦 擦掉钢架 不然他没法叮当 然后越来越没办法吃饭 然后他们问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他儿子身上有一支 被箭穿过身体的一支鹿 那就是那只鹿 意思是说 他们鸟过去世 去台湿那只鹿 那钱还差在那鹿 也辛苦 所以鹿的疼 现在在他们鸟也辛苦 腰不能动 箭穿过去 所以我们昨天大家 为他们念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然后看了见那位老师说 哦 鹿没起来 这样啦 鹿没起来 他们鹿就会上当了 那这路可以爬起来走路 这样搖就好了 然后又骑到 就不会付费的辛苦了 我想各位 百分之百 就像我的故事都知道 台湿一只爪 那爪的疼 在我这里疼 二十几年 小小的一只蛇 所以每个人 得罪的众生不一样 所以 但是 很多人没了解这个道理 我台湿 一只蛤啊 昨天有个女居士 说他头上疼 一看 一只蛤啊 一只蛤啊 所以 还有一次也是一样 有一位 女菩萨他说 蜘蛤每天叫叫叫叫叫 鱼得差 又一只蛤啊 给你叫二十四休息 因为鸟的武器就是叫叫叫 那它就疼苦了 所以我想 每个人 我前一阵子这个脚 就叫脚膜炎 脚膜炎 好不好 那个 膝盖 医生叫我 天天运动啊 痛的时候吃药啊 按摩啊 我也去做 拖了一年 不好就不好 不小心就发作 不小心就发作 晚上睡觉 那面穿得太强 那个脚没支撑 早上就没办法走路了 那叫做脚膜炎 结果 衣服好了 后来有一位大座菩萨说 师父 你脚一只爪 我说你不早说 然后我就帮他写牌位 做功德 他把他家抓说 我现在功德回向给你 龟三宝 念不念的 没有再痛过了 所以这是我的感应 我告诉各位 真是如此 像各位刚才在念 七瓶大啤酒 那不得了了 所以各位都用这罐 那这个大杯咒水 今天假设有八百个人念 一人念七遍 五千多遍的大杯 八百祖的加持 你就要更欠的用 所以每次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因为我在罐号 早来早去 有个老师说 海涛法师 你坐在台上 那台的众生都不会辅力 因为台上有佛甲齐 你如果走到头壳 他就由你的脚底摆起来 我说我也知道 八个卡倒腹 八个卡腿 我就会开始酸 有一点痛 有时候爬到腰 各种 各种的 因为行不行 来 无量无边 受苦众生 但是各位你不要排斥 不是啊 你说这样 我不要来 尝尝好花 那你不慈悲 因为这台众生 像我昨天在麻豆 奇怪 搞到中 要到中 后背一直 舀 我早就说 一直痒 一直痒 那我就问那位老师 这是怎样 叔父 那个动物 看着你很感慰 说感慰这样 那你身体把你捎来捎去 你捐来捐去 我捐来捐去 我捐去不好 这也有意思 走来走去 这边玩玩这边 这边玩那边 那你就 给他们安慰 拿一些东西 给他们吃 给他们散步 对地中文佛甲齐 这样就好了 我现在说话 你都要记起 所以 马上就 买真 所以这个很简单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 今天早上出来 右腿在痛 但是卡住了 也说一下床 就觉得怪怪怪怪 那我也就问一下 这个老人梦魂 破变死的 所以不走路 但是 我认为这样对我很好 那我就会跟他说话 老人 我今晚不是担心我痛 我是担心他痛我不知道 我们在想自闭心 不可以想下去 我再去听 我们赞言法师说 来 晚上要睡 落地下 做地中佛甲 我都晚上去记录世界 不好意思 所以 然后早上 早上要做千手千眼 蜘蛛要泡 开手要坐 到处帮忙 所以 观神菩萨不是坐在那里念 观神菩萨是 用嘴 用手 用蜘蛛 辛苦 用甘露 到处去帮助众生 所以我昨天晚上忙到两点半 可怜 现在有很多众生 你时常比担心 都晚上才来 然后他们 就会 打电话给我 那个打电话给我 哎呀 叔叔啊 快点 你不想拜位 我都把我手机关掉 现在 想想的 不慈悲 因为我在痛的时候 我打给对方老师 他手机关掉 我只能痛到天亮 我怎么办 他不能回答我 因为有些众生 他就要知道 让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这样啦 而不是说 我写个牌位 但是昨天 那位老师 讲了一个方法很好 各位请观看 你今天 回去 乞丐 你把牌头疼 你把牌头疼 你就把牌头疼 你把牌头疼 附在我 膝盖上的 众生 亡魂 或是亡灵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人 还是动物啊 给他取个名字 然后呢 发个愿 帮他做一些功德 我都会拿米啊 拿水啊 一颗甘露丸啊 放一百块啊 两百块啊 更大条 一千块啊 帮你做 所有功德 嘿 马上就好了 但是 如果你不知道 对方是谁 我的意思是 那排位这么好 你就把 放在土耳的地方 我帮你做功德 他说 这样好 去看看 因为 我说 我要问什么人 那我 像我这个人 每天都被卡东卡西卡东 自杀的 车祸的 军人的 我只要 车子上高速公路 我就有感觉了 台湾门打鬼 押押押押押 靠右偏 右偏痛 窗户靠左偏 左偏痛 那 说 祝福你嘴鼻 嘴鼻也很难 那 只是说 现在 比较轻微 我不会发烧啊 不会发作 只是会觉得 我把这支手 就拿不起来 然后拿得太高 会痛 又附在这边 所以我去日本回来 从手指头护到这里面 各种的 那是大部分都是自杀的 自杀的 但是我 我为什么讲这个 你没有感觉到他痛啊 我们生不起悲心 我们可能会在那边 走来走去啊 没事晃来晃去 不然你精进 所以 你如果感受到他的痛苦 而且他给我们的痛苦 像我有一次眼睛 事实上 今天早上眼睛也不舒服 整个都红的 有这一颗 好像冒火一样 结果 那一天冒火 是因为被 被火烧掉眼睛的 魂附在我这边 早上是一个 眼睛瞎掉的老人 附在我这边 但是各位 我现在觉得很温暖 我还没感觉 因为 后期很辛苦 你给他摆摆 你知道吗 你给他说 哦 你马上好气 你很高兴 不是我们好气 是他好气更要緊 老人 哇 现在眼睛没在会修啊 没在疼 我们还有办法给他结缘 所以你心里会很快乐 我想啊 你们这边 来 慈悲最快乐 所以各位 要画一个眼啊 来 眼中心 都来我的心哭 稍等一下去念 都拿回去 好不好 你要有这个感想 但是你要修到 不是只有心哭 老板也不用用心哭 用心感受他的痛苦 这个叫 大悲心中 啊 我想 我们现在还没有修到 心的状态 因为我们现在身体 慈戒了 我们现在辛苦吃财啊 至少我们 不执着身体了 了解吗 所以 这个身体 可以感受到众生苦了 哪一天你内心里面 完全 无我了 没有贪嗔痴了 只有大悲心啊 那你就可以用心里感受到别人的痛苦 大悲心 要怎么形容呢 你的儿子在感冒 哎呦 你心肝很痛 这是自然的 但是你对白人 你痛 你心肝不痛 不痛 因为我们只能对儿子有鼻心 对白人 不 这样你就了解了 所以 为什么要念中 我问你别人好 因为 对方在痛 你如果不忍受 不忍忽 那么 他就没法理会痛苦 你如果你的心也会感到 会痛苦 那种痛苦 不是烦恼 我们小孩在痛 那是烦恼 但是 看到可能的人 我们心肝不痛 那是自闭 那不一样 你知道吗 有些自闭心 自然 那么恨 哪哪哪哪哪 那些改变嘛 那我穿我 那我看能不能 那我 278% 来 我 two eight deux 就叫 tiers 大杯 大杯 我们是 就像各位念那个 点灯 因为这代表恩伴障阿弥陀 所以前面的一个金刚加持 所以金刚代表空性 然后细致代表悲心 都可以 但是你连观神菩萨 同样意思 最主要是 每一个痛苦 都让我们生去祖鼻心 我们今天受到心 就是希望我们老婆在打扁 我们让他们紧急 现在一只高贴 一个众生在受苦 我们也很紧急 所以自然流露 而且这个流露道 你认为 生命外掉的就是 为了祖鼻 存的都没有了 不能够一个我在祖鼻 观神菩萨的时候 我在祖鼻 还没有牵手牵眼之前空 到地狱把它进空 到恶鬼道把它进空 但是他还觉得一个 我在进空这个地狱 恶鬼道 但是为什么他们一直没办法进空呢 他还有一个我 所以他退转了 一退转 头发就变开了 然后代表阿弥陀佛 给他加持 了解这个道理 给他念代表酒 所以那个时候 他才化现 他开悟了 原来痛苦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 慈悲要永远存在 我们的生命是为了 救苦救难 而且要广大 灵感 圆满 无碍 所以各位 好像 只要一万一 你大家都要看得到 每个人的看 你都知道 所以 你还有办法帮助他 所以当然 信手来 千手千按 一千只手 一千只手代表 一千个转轮胜亡的力量 就像说 地球所有的人的力量 你都掌握住 你才有办法去帮助 地球所有的钱 你都在你身上 这样你去帮助 所以你要祖鼻要有这台 大圆满的服务 一千尊转轮胜亡 千年 一千尊佛的力量 你要一千尊乎 祖鼻到地球 这个叫合起来 四感化 出四感化都圆满 那我们最好 带助带币 但是 后来讲回来 你现在就开始不用了 从一开始 从零 到一百 到一千 到一万 到一亿 到无量无边 过来不断去主币 不断去帮助众生 但是在帮助众生的东西 那 它又 用着 无我空性的代鼻心 尊了这种地位的心态 叫禅定与智慧 所以 你圆满了大悲心 那大悲心不代表大悲心 我一个主鼻心 我看得心感很痛 问题你没有能力 你给你看得老人 在打扁 你有悲心没有错 但是 你没有能力帮助他 所以各位 千万不要把悲心 就当作慈悲 好心当然会有好报 但是 有因为慈悲心 而发起的行为 那 才让你真正有福报 去帮助众生 不然你会觉得说 有心没力 所以各位 要 把握机会 有机会 我记得我的高兴 这个老婆 现在已经往生了 她说 叔父 公的爱 够减贪 看到就贪 我看 那在那里 我们赞言法师 告诉我们 看着动物来念什么 鬼乎鬼化鬼经 这样要念 其实看着人也要念 他拍着念 看着念 阿弥陀佛 那也是鬼义 希望你鬼阿弥陀佛 所以 不是只有人 乞我 肚子 任何的地方 所以我很爱坐婚人机 坐婚人机 我很好想 哇 那幻的地方 看下去 魂阿 海水阿 土地阿 人阿 山阿 这里面 水路空重真 你就 一叮一叮 我们像引擎 那慈悲心像引擎不能停 一停飞机就掉下去 要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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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这个状态 所以呢 什么叫大慈大悲 那就是 没有休息 没有睡觉 的悲心 一直在说 但是却没有觉得 有一个我在说 因为 慈悲就是 佛菩萨的生命 诸佛菩萨以慈悲为本体 所以我这样说呢 各位 职财人 从佛教 当做理论研究 当然 看佛经 要看 但是 看佛经 不是只有 在英文的看佛经 英文坐在那里念佛 英文 躲在佛西里面 英文在打造 那是短短的时间 那大部分的时间 那各位要 把慈悲心 用在别人身上 我经常 我以前做旅行社 那我以前的老板就说 你们做领队要干嘛 领队就 不要一直坐在前面 打喝水 最好坐在后面 前面交给导游 你再坐在最后面 坐干嘛 随时了解 人客要做什么 要便宿吗 水搭吗 你忙坐在那里睡 你知道吗 一路车 你就要说 变头前 知道便宿在什么 最后 同胞 最后一个上车 要点人数 那你要一直忙这个 吃饭的时候 大家都坐好了 看菜有够吗 吃饭 要带他去哪 但是你吃饭的时间 你感觉可以跌跌了呢 那随时眼睛耳朵 任何动作 都在关心对方 那各位这个要念 不然我以前的个性不是这样 我还够行 因为我比较孤僻 要看腹脆 那时候在家要看脆 要拔脚 要丢鸟 就不要有人就好了 很单 很单纯的禅定 拔脚 丢鸟 看脆 但是叫我们去面对人群 哎呀会觉得有压力 很厌烦 但是我师父就跟我说了 哎呀出家 出离自我 奉献给大家到市场到花园 只要有人来了 只要有人来了 跟他打个招呼 按哪里 就像我们以前在恒春五公寺 我师父说 哎哎哎哎 你不要一直躲在房间看佛经啊 我知道你很会看啊 在那边打坐啊 你要随时在那边口 阿公阿嬷来啊 握这握金帳 我刚去还好玩 哎我们恒春的会长又来 阿姨阿菩萨 那我们同学 我杰鸟就万一了 老母几天也没看到我杰鸟 他们十五公寺看到我杰鸟 到出家 要去接待别人啊 阿公阿 拿鸟肉来 拿金帳来 你再对他好啊 给他讲话啊 慢慢慢慢 所以我认为这个 因缘创造 如果我去读佛学院 那我可能很会读书吧 然后做个老师 那就这样 大不了做个佛学院院长 哦 但是我没有接近人 没有接近众生 老实说我来讨佛学院 这些人一定不会放心 还没做冤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教育啊 都是属于这样 知识的教育 否定了这些 传统的 非常好的仪轨 这得可笑 慢慢 你的人啊 就会比较孤傲 离群所居 好 所以我说的意思呢 佛教祖说的这台 足鼻心 它是要用在众生身上 一个老母 他觉得不是每天在那边看 婴儿教育手册 那小孩买他 这样啊 有可能是说 老母没办 一边拿着手册 一边给他喂牛奶 这样可以 但是 帮助他 帮助他 才是最重要 所以今天观音菩萨出家日 出家 是出离自我自私 个人 完全把自己奉献给所有众生 直到所有众生痛苦轮回停止 观音菩萨的工作 没有停止 所以 不管每一个菩萨 都是这样 所以把手要打开 你 手要 常常去帮他 握手 帮他搭 站在菩萨堂 一定要这样 所以我的师父 如需长老 你如果跟他说话 他就帮你抬手 那眼睛 我们师父的眼睛 很漂亮 因为没有白眼球 他不像我们还有白眼球 可以瞪人 他没有白眼球 他眼睛就是亮亮的 看着你 他讲那个声音 他不像我这样 这样 因为菩萨 我们所谓是菩萨 这是我的福报 真华长老像阿弥陀佛 如需长老像观音菩萨 觉光长老像本师释迦摩尼佛 不得了 因为我从他们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各位这点阿 人不能在地做自己 人要联系 做观神菩萨 做帝宗恩菩萨 做应公大叔 做真华长老 他要去做伴人 不能做自己 女人要有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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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也要有狗 所以我最近星星一只狗 星星不来 什么狗 放在台上 好像有没理由 还没放流 什么人会说话 有没理由 有没理由 人家就说 哎呦 提起我们对狗 的主意 我只开这个链铛 而已 我现在走路边死去的狗 都会对我 我都去卡到狗 因为我开始爱狗 我最近想说爱有一个狗 不然我们只要吃那些狗 没人在注意 没人在认养 所以大家看到狗 有这个境界 我们就想到要帮着狗 这样的意思了 所以 但是光这个念头而已 真的是 走开什么地方 我最近他们老师 跟我说打坐 师父你最近旁边 跟蛮多狗的 然后怎么都会跟着 因为我们对狗 生起了一个悲心 也希望狗呢 能够爱护众生 所以各位说到这 讲大悲心 你现在开始想老人 所有破坏的老人 所有孤独的老人 你一定要想 这个叫大悲心的 这种原理在这边 这个叫秘法 很多人把秘密 所谓秘 当作是我看很多境 我躺得很亲密 我就要念旨 那个只是一个助缘 而不要停在这个仪轨上面 这些助缘 让你念佛 背经 修仪轨 闭关 都是为了开发你心 里面的佛性 好的那一面 慈悲心 智慧 热忱 帮助别人 你要这样去表达出来 就像我们去去年去日本高野山空海大师 空海大师 空海大师是 哇算日本秘宗的开创人 那现在仪轨那么多 他问我说 啊 阿树要怎么收 很简单 空海大师有几句话 你背起来去做就好了 我背给各位听起来 来 虚空禁 众生禁 法禁 涅槃禁 我愿乃禁 你说 这个 众生哪都离口 法解哪都清醒 都立不安 涅槃禁 都解脱了 那我的愿乃禁 这个就是空海大师的心 这是最高的秘 所以所有的仪轨 不过是要让你培养 说来说起来 念一下 大悲心 菩提心 空性 可以培养这个 念大悲酒 是希望 我们大家进入 观神菩萨的心 哪一集有观神菩萨的心 去做观神菩萨的事情 那 你如果观神菩萨的心 合一体 那 你得到所有观神菩萨的力量的价值 只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 仪轨没有高没有低 不是念阿弥陀佛 更高 阿弥陀佛更高 还是我修阿弥陀佛的仪轨 敲开你的念阿弥陀佛 有很多第四分主 哎呀 你刚才要念阿弥陀佛 也不会念阿弥陀佛常奏 也不会念阿弥陀佛仪轨 那这个讲法 不对 不对 为什么 掌握到心最重要了 所以 所谓密 密的是 不间断 不间断的慈悲 叫密 所以我们叫密咒 大悲咒 他们今天想的大威德金刚 这是文殊菩萨的秘 保持空性跟悲心 这样给他敲度 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 各位你 你站在往生牌位合奏 如果没有大宗菩萨 你用大宗菩萨的心 你看到一阵大宗菩萨 希望那些梦魂 都敲度 脱离什么度 翁心静脱 你这样念大宗菩萨 怎么会敲度 一样 你看到一个人 念大宗金在那边 第三个仪轨很高 但是呢 他在念的时候忘了那个心 他只想把它念好 不要念错 把它唱出来 但是忘了那颗心 所以 然后他就不是密了 当然 这个 念出来的声音 还是有加持的 但是 你要超度对方啊 是一个心态 所以说到这 各位要记得啊 释迦摩尼佛 怎么样降服 最难降服的魔王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没有修什么仪轨啊 释迦摩尼佛打坐 然后 魔就看到自己了 原来 我不是魔 我是佛 那里呢 你把你的心打开 让魔王进入你的心 就像儿子 就像儿子看到妈妈 儿子就平安了 然后 哎呀 这个不安定的儿子 就乖乖了 没靠啊 刚才昂婴啊 小婴儿生出来 还很喜欢妈妈的心脏 震动 那里呢 因为 太靠了 他就平安了 所以我想 各位念大悲咒 那么 你要把 观音菩萨的十种心 跟十二大愿 对普渡六道的慈悲 愿他们往生净土的愿 在那里 透过这个声音 奥马尼佩命奥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进入对方的心 乃至 直接把对方 拉到我的心里面来 让我来呵护你 爱护你 这点 我们要聊到 地藏经 阿弥陀经 钥匙经 金刚经 普门品 还原经 都可以 那当然 我们特经典 是要把经典的精华 像各位 地藏经都很熟了 地藏经里面的故事 地藏菩萨所究的夜果轮回 地藏菩萨讲佛名号的功德 乃至呢 希望我们回向法界 你已经讨论了 但是你 记住 讨论了 你不要一直执着 我还要再多念几遍 当然 有机会可以 但是最主要是 你要把这个 地藏心 这个叫甘露丸 我们中国人叫中药 药丸 这个药丸就是 整个中药 合合的 踏下去就好 你就直接把 地藏菩萨的心肝 显出来 地藏菩萨的心肝 是什么 再念一遍 如意宝珠 这是地藏菩萨的心肝 地藏菩萨 要让一切 原来一切的重心口 那个如意宝珠 有法将重心上都起进来 然后 将帝宗菩萨的功名 还给对方 所以 消除幽民轮回苦 幽民不是说我们地藏 天道人道嘛 叫做幽民 想说 在无名的 没有空性的 就是轮回 所以我想 各位不管你在 讨厌这份经 不管我们是在家出家 没人没人 你捏到这个重点 阿弥陀佛 我希望大家 都脱离轮回 世间苦 都去记录世界 什么人都有法度去 酒瓶嘛 什么人都有法度去 无效的人 做坏事的人 都有法度去 幽默的人 活泼的心的人 包括众心 有人问我说 那动物 一只狗爹 能够到这个基督世界 阿弥陀佛说的 十方众生 一切众心 不是只有人 所以 意念我者 念我名号者 愿往生者 乃至为求菩提道者 都可以 都能够到阿弥陀佛的世界 请问 基督世界 这些是不是阿弥陀佛心观的现现 一切为心照 所以各位 如果你的心 有这个悲心 对阿弥陀佛有信心 那极乐世界在我心中 所以你这两个阿弥陀佛 就把极乐世界给他看 就像各位 来 这柱子有漂亮喔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这个叫森林道场 对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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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不太热 那还好 心里很舒服 但是这个你不用去背 其实你眼睛拿起来 这个问题永远在这里 就算这个地方有 一亿的 一亿的手 都不太熟 你看到这边 都在你的心肝 那极乐世界 那样 你只要对极乐世界有信心 你看到这些景点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动画 希望对方看到 一看到 极乐是我家 因为极乐世界的显现 是给众生一个最快乐自在的 心灵的形象 那才是真正可以住在那边的地方 因为那边 没有贪心事 没有坏人 没有人跟你忘记 那边 都是不退菩萨 那那边是阿弥陀佛 那边是阿弥陀佛 那边的佛陀佛 是方祖佛 那这个整合体 当然我们了解这边 俗话识的 要你后面 融入于阿弥陀佛的佛号 所以当然我们要念大悲咒 那一天 要纪念观生菩萨 那当然 各位阿弥陀佛的佛门聘 看过大悲心 陀佛尼经 那这个故事描述了观音菩萨 怎样造成心的 那你知道了 你自然就放在你心里面 然后 再来要如何 你会开始去做菩萨在做的事情 所以 做观生菩萨的化心 因为你这种观生菩萨的心 那 nick 那放在你的心里面 能不会走到小 telephone либо argued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说 那我一表棄バイ Prayer 你想什麼啊 不是撕人 不可以撕人 這種不能對 結果 在在徹 Wilco Meстве中 都沒有去祖避 你徹 near五年的徹 從冠生佛甩的經典都看完了 你出來也沒有 因為你失去五年的祖避 你出來不會出 качество 但是大部門的 教育 以为说 既然要成为一个 专门的人 法师 那专业者 那我就要研究很多 所以有时候 你说 专业的医生 不如这个老经养的老人 那老人 手给你摸一下就知道 这到底有问题 因为 他的心就是医生 所以 有一句话 来 经葬在我心中 这点很重要 所以各位可以 一定要讨福经 但是不是迷恋在佛经 是吧 像各位现在在听我这样说 里面有几句话 你能够应用的 你把它放在心肝 那是死人有的改变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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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 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互相依靠 给予最及时的鼓励一起对抗疫情 谢谢第一线医护人员 也请大家给我们辛苦的医护人员加油 现在换我来救你 小花 怎么了 小美 你听 好像有鸟的叫声 哦 真的有小鸟味弱的叫声啊 它在哪里呢 原来它在这里啊 这只小鸟羽毛都没长全 没有鸟妈妈的照顾 它根本就活不下去 是啊 这个小家伙实在是太脆弱不堪了 我们得救救它 怎么救啊 它这么小 根本养不活的 我看还是把它放在这里 让棋子生自灭好了 那可不行 我要把它带回家 想想办法来救它的 小家伙 你放心 你会健健康康地活下去的 就这样 好心的小花将这只羽翼未封 看上去脆弱不堪的小鸟 带回了家 妈妈 这只小鸟真是太可爱了 我们养着它吧 这么小的鸟 怎么能养得活啊 没错 这么小的鸟 不会自己进食的 所以我们根本养不活它 我一定要救活它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死掉 可是这么弱小的一只鸟 该吃什么 该怎么样照顾 你知道吗 对啊 妈妈 你不是告诉我说 闯屋医院的医生 非常了解小动物吗 他们一定知道 该如何将这只小鸟养大的 对啊 我去宠物医院问问 那里的医生一定有办法 林太太询问了宠物医院医生 很多喂养幼鸟的方法 并详细地记录下了各类注意事项 妈妈 你这是在干什么 医生说了 这么小的幼鸟 只能吃流质食物 我正在按照医生给的配方 给它调制食物呢 这东西它能吃吗 试一试吧 妈妈 你拿针管干嘛 要给小鸟打针吗 我这是在用这东西 给小鸟喂食呢 妈妈妈妈 它吃下去了 吃下去了 是啊 只要它能吃东西 那就能活下去 就这样 这只小鸟 在小华一家人的精心照料下 慢慢健康起来 它们一家人 还给它取了个名字 叫做小蜥 妈妈妈妈 你看 小蜥又长出新羽毛来了 是吗 小蜥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当然了 等它长大后 一定会更漂亮的 妈妈 真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把这只小鸟 给养活了 它的名字叫小蜥 哈哈 小蜥 欢迎你来到我们家 什么嘛 这里就是它的家 我还给它做了一个窝呢 妹妹 这几个玩具 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你怎么舍得 放在小鸟的窝里啊 我把它们都送给小蜥了 因为它是我们的家人 对不对啊 小蜥 在大家的照料下 小蜥渐渐长大 它长得又漂亮又活泼 一家人都非常喜欢它 并且一家人早就把小蜥 当成家里的最小成员了 小蜥 到我这里了 我这里有好吃的 小蜥小小吃的而已 但可真能吃啊 哎呀 小蜥 你在干嘛呢 爸爸 谁教你说太快话呢 小蜥 我警告你 你再这样调皮的话 我就要稍微修理你一下哦 哦 小蜥还真调皮呢 好了 小蜥 到我这里来 小蜥真是越长越漂亮了 妈妈 多亏当初你救了它 要不然世界上又少了一只漂亮的小鸟了 是啊 它现在长大了 应该回到属于它自己的家了 妈妈 这里就是它的家啊 不能将它送走的 孩子 虽然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它 可是小鸟真正的家 是树林啊 它长大了 应该返回大自然的 可是它从小就生活在我们家里 根本没有野外生存的能力 就这样 将它放出去的话 太危险了 没错 所以从明天开始 我们得对它进行生活训练了 首先要锻炼的是小蜥的飞行能力 小华每天都会带小蜥到户外练习飞翔 当看到它在空中飞得越来越好时 小华的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 小蜥飞得越好意味着放飞的日子越来越近的 小蜥的飞行已经没有问题了 它寻找食物的能力也很厉害 即便我把坚果藏到很高很隐蔽的树上 它都能找到 有好几次 它自己竟然能找到别的食物 这么说来 是时候将小蜥放回大自然了 没错 将它放回大自然的时间到了 第二天 林太太一家人带着小蜥来到了郊区的树林里 他们决定在那里将其放飞 小蜥再见了 你自己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哦 去吧小蜥回到属于你自己的家吧 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你这个家伙 再见了小蜥 虽然大家都不忍小蜥离开 可大家心里明白 只有大自然才是它真正的家 但谁也没想到 第二天小蜥竟然就飞回来了 天啊 小蜥它怎么又回来了 小蜥 小蜥 欢迎你回来 看来 它也舍不得离开我们啊 就这样 小蜥被放飞之后 时常会飞回来 探望一下 有时候 它好几天都没回来 一家人 一家人便会想念它 相互说起当初 它被捡回家的日子 说起小蜥的成长过程 当它飞回来的那一刻 则是全家人最惊喜的时候 所以 只要小蜥飞回家 总有人会立刻陪着它 跟它一起玩 时间一天天过去 这个欢乐的家庭 突然陷入了黑暗 林太太罹患了癌症 因为化疗 头发早已掉光 癌症折磨得它痛苦不堪 一家人也都忧心忡忡 根本顾不上小蜥是否回来了 医生 我想回家 哦 这样也好 换个环境 或许对你的病情有好处 医生 我太太现在这个状况 怎么能离开医院呢 林先生 你太太的病情 我们只能进行保守的药物治疗 回到家也是一样的 或许 换个她熟悉的环境 对她也是有益处的 嗯 好吧 那我就带她回家 好痛苦 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 你不要想太多 放宽心 你的病会慢慢好起来的 小蜥她好久没回来了 她会不会是把我们给忘了呢 我想 是你住院的这段时间 她一定是回来过 只是家里没有人 她就飞走了 唉 有可能的 或许她回来过好多次 可是每一次家里都没有人 所以 她就不再回来了 你别乱想了 休息一会儿吧 我去厨房 我去厨房给你准备点吃的 我去厨房给你准备点吃的 嗯 是小蜥 小蜥回来了 哎呀 小蜥真的又回来了 我的小宝贝 终于又看到你了 欢迎你回家 好久没看到 她这么开心了 小蜥这次归来之后 竟然也不飞走了 她始终陪伴着小华 不离左右 甚至去医院进行治疗时 她也会跟随着 就这样 在小蜥的陪伴下 小华的求生欲 被激发出来了 她的精神状态明显不一样 看上去一天比一天好 一年后 林太太 真是恭喜你啊 检查结果出来了 你已经完全康复了 医生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了 不得不说 这简直是个奇迹啊 啊 这都是小蜥的功劳 是她让你重新燃起了 求生的意志 是小蜥救了你的 嗯 小蜥 谢谢你 谢谢你 直到现在 那只可爱的鸟儿 还陪伴在他们身边 有人说 万物皆有灵性 或许 正是因为 小华曾经的善良 让她的善意 得到了回报 所以 请不要忽略 任何的善意之举 或许某一天 你的善意 会拯救你的 我 只为的生活 才有自卑的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 一同追求真理 成熟你的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 一同追求真理 成熟你的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般若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